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mit 今天咱们的标题 大家请看XML的生成 到上一期为止 我给您讲解的都是HTML的生成 对不对 今天咱们讲解一下XML 其实大同小异 咱们来学习一下 首先咱们的知识点 就一个XML代码的生成 首先说 XML文件一般都用于咱们系统开发中的什么地方 主要是用于系统的配置文件 对不对 尤其是在四五年前考虑更多 就是说 咱们系统要配置一个 比如数据库的链接等等 这些个系统的信息 一般都是基于XML去形配置 近几年改了 近几年一般都是基于Json配置 但是都大同小异差不多 咱们先学习一下吧 好 看一下如何生成 下面这是一个实战演习的例子 我把它拷贝过来 其实看过我前几期的朋友 应该说对我今天的代码会很熟悉 为什么 因为换汤没换药 语法结构都是一样 仅仅是生成HTML还是XML的问题 比如说 我怎么把它调出来 比如说 我要生成一个XML的文件 首先 首先我应该是要生成一个根 对不对 稍等我怎么跑哪去了 比如说我要生成一个根 然后呢 在根下 咱们再配置各种各样的内容 比如说我要有一个根 对不对 在根里面 我比如说建一个player的tag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地方注意好 加上一个反tag 然后在这player里面 咱们再敲上各种各样的内容 比如说姓名 等等等等吧 这是标准的XML嘛 它这怎么不 这个怎么不给咱们生成反tag呢 这样的话呢 咱们一点点来配置咱们这个XML的这个树形结构 然后呢 加入咱们自己的内容信息 这是咱们基本的写XML的方法 但这种方法 大家请看 我写这台代码化妆时间 很多秒嘛 对不对 那么咱们基于这个Amy该怎么写呢 非常简单嘛 对吧 这是根的tag 然后跟一个大于后 接下来是子tag 然后呢 再乘以一个我子tag跟几个 一回车大家请看 一个root root下面呢 跟上三个player 没有player里面呢 可以填入自己的内容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说生成XML 但因为这个XML 数型结构和这个HTML非常相像 可以说HTML是HTML的一个子集 对吧 所以说咱们既然能生成HTML 肯定也能生成XML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再看啊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成一个根 同时呢 再生成三个子标记的写法 接下来 接下来其实也很简单 咱们上期呢 我也给您介绍过 咱们可以这个生成序号 怎么写 试试啊 root 然后player player 没有问题吧 然后sharp 然后呢 再看什么 跟一个dollar dollar是什么意思 序号嘛 对不对 而且还能有这个 前面补零的写法 当然这个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我前几期的视频都有讲到啊 比如这个地方 我生成一个根的tag root 然后里面呢 再生成三个player标记 然后每个player标记 我附有一个id 这id呢是动态生成的序号 看一下结果 go 大家请看 怎么样 一个根生成 然后三个player生成 然后每个player呢 有一个id属性 同时id属性是序号排列 没有问题吧 完全没有问题啊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比如说 我不仅仅能够生成tag 我还能够生成属性 该怎么做 看啊 首先我这敲一个root 没有问题吧 然后root 它要具备它自己的属性 什么属性 比如说比赛 比赛类型 比如我这个类型是NBA的比赛 没有问题吧 当然这个属性可以随便敲 什么都不所有 然后我给这个root标记 再增加一个标题属性 可以吧 比如说叫comaNBA 没有问题吧 这个我没清权吧 然后下面再跟上各种各样的球员属性 然后呢 我给一个id 这个id注意看 我要敲两个dollar 为什么 因为我要加一个余白 不是余白啊 加一个补零 好 再加一个4 我要生成4个player 试试 go 大家请看 root标记 没有问题吧 然后生成了两个属性 match和title comaNBA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再生成4个player 每个player里面都有一个id属性 同时id属性还有一个顺增的序号 同时呢 我前面还有一个补零的操作 怎么样 跟咱们想象的完全一样吧 如果咱们没有这ammit的话 咱说要敲这些内容 您也是挺费劲啊 挺费劲 反正可能是我手慢 反正我要是敲这些挺费劲 如果咱们就ammit 看一下 一行代码啊 搞定 咱们再敲个5啊 一行代码 能够搞定这么多的内容啊 非常非常的方便 不是吗 OK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操作了 比如说 咱们还用上面这个举例子吧 比如说咱们还是有这么一个 NBA球员属性的一个xml 比如说咱们现在就一个属性啊 player 没问题吧 我要给player里面增加各种各样的内容 怎么增加 比如说 我今天这比如说的稍微多啊 增加一个 name属性 name tag 不要属性 这是tag 它这个vscode 为什么没有这个自动增加反tag的功能呢 html文档还有啊 然后再增加一个age 这是咱们最标准的写法嘛 对不对 哎呀我今天这个中文输入法老出来讨厌我啊 咱们一点点去增加 很麻烦嘛 对不对 再加上这个输入法总出来讨厌人的话 肯定输入输入更慢嘛 对不对 OK 那么咱们如果用emmit的话 就很简单 咱们在这个位置折销什么 看 name 这是我生成的一个tag 我还要生成什么 age 没问题吧 我还要生成什么 sex 还要生成什么 比如说 s 可以生成更多的内容啊 没有 都可以 我呢这是给您举了一个例子啊 我这里面呢只有四个属性 四个tag 让我一回车 注意看 哎很轻松的 生成了一个球员下面的四个子属性 或者说叫做子tag 非常轻松吧对不对 再来遍啊 有碰没想清再来遍 生成四个 这个你看书法又出来讨厌啊 生成四个 然后回车 或tab都可以啊 给它动弹生成嘛 没有问题 再接下来 这是今天最后的一步啊 今天我最后一步 把前面所有的内容都囊括进来 咱们试试啊 咱们看一下咱们先看看吧 我这个代码能生成什么东西 有朋友可以说在看我视频之前停下来 先想象一下啊 我这个代码能生成什么东西 OK您想象完了 那咱们试一下啊 翘了 load 然后是player 然后是sharp 是id 然后呢跟上一个dollar 是指上一个顺番的增加的数字 然后乘以一个三 我生成三个player 没问题吧 接下来 刚才的内容 name 加age 加sex 加address 能成成什么呢 好 我估计您的头脑中已经有答案了 那咱们看看是不是您想象的结果啊 go 大家请看 出来了 一个load 然后呢下面呢有三个player 每个player里面有自己的一个id 然后每一个player里面还有非常规范的xml的属性 没有问题吧 我的个天 呃 咱们如果手动敲这代码的话 该花多少时间 现在呢 大家看我这一行代码就通通的搞 定 yes 非常的方便啊 好 今天呢就是这么多的内容了 分享给您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大 其实这个东西啊 今天讲的所有内容 不过是我前几期的一个复习 总复习而已啊 包括了前几期所有的内容 有兴许回来 给敲一下试试啊 我觉得在您的工作中 能够让您的开发速度暴增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今天我的代码呢会发到开心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会传到有口有趣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